黃遠萬黃長興出席資訊節目記者會 節目會分別從投資物業、日常生活、子女教育等不同範疇 分享實用的海外居住資訊 而文向來不是一件異事 兩位都曾經在外國居住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曾經遇到的困難呢? 當時我是四歲 四歲當然是第一次搭飛機 我爸爸不管去哪裏 總之有得飛就好 然後去了法國 當時去到法國之後 最困難當然是語言 因為語言法語已經是大家知道很難的 不過我們小朋友去一個地方都很快學習 但是頭一年是最艱難的 媽媽、爸爸屬於成年人 但都幫不了我們 而我們做小朋友的又想幫他們 又幫不了因為真的是語言問題 所以那一年真的很迷惘 又想說一下英文 但法國人又拒絕英文 那時候 完全是 我就 Hello Hello 完全是我英文都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 那一年很辛苦 因為我自己就 在香港都有跟法國人一起工作過 因為我的麵包和餐廳生意 那你都會發現文化的確是很不同的 嗯 所以有時候說 就是好像自己的家鄉 或者自己的地方 就是大家同聲同氣 有時候就會覺得會親切一點 那你去到其他國家去生活 你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謙卑 或者是自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要去擁有需要一些的時間 或者去習慣別人的文化 呢 在香港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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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呢